是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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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來海公的 我帶了兩部機器來海公 剛剛下機 可以進來嗎? 這麼有營養 哇,仙境一樣 好像蒸汽燙豆 現在就示範了 即是現在我們這部 Rainbow這部機器 我們之前拿回來好像用過一兩次 今次就用家真心分享 我們已經加了水 為何我不吸起來呢? 就給大家看看,現在是乾淨水來的 好,現在我先組裝 組裝完就開始了 組裝完也不是這麼輕鬆 如果你有一個老人家 未必可以做得到 所以買都要想清楚 如果你有大年紀 未必真的可以做得到 這部機器呢 我們平時吸床用的 吸地上我就不會用的 但我有上網看過 原來吸床一個機器,吸地址一個機器 這些機器呢,都幾百磅一個 我見最貴的是六百磅 有些有五百磅,我不知道是怎樣 有什麼分別 我告訴大家是超貴的 接著就開機 它這裡會動的 好像是打起床的層 其實不用自己推的 它自己都會動的 吸完了 我先不拆出來 因為這個我只是吸床 其他呢,我就不會怎麼吸的 所以我都是放回床 我現在就示範吸一吸這塊 就不知道是不是 我不是太吃 現在呢 它就沒有了 先前那個 那個 動的粉能 因為我不用吸了 也用來用廠的吸 它好像有多層 我又不覺得它很大吸力 那現在呢,吸了地毯 地毯有一個口氣油 因為這個又不是打氣那個 因為下面有滾輪的,是很貴的 那我媽媽沒有買的,應該是用這個吸吧 那吸床吧 吸了Pan,我待會插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現在會吸到Hailey那裡 但是呢,剛才我吸過Pan那裡 我就覺得它好像比普通吸塵機還差 即是力量是不夠的 即是如果你沒有買它這個東西 它打起那些層的東西 我覺得它比我用來吸車房的那一部 即是它吸力很差 即是放在手上也不絕 那我現在試試看會不會髒 現在吸了三樣東西 嘩,那些水 其實已經很黑了 它有很多層,它又不是黑的 對,有很多層 那你說它有沒有用呢 肉眼看呢 就覺得好像又有些用 那我現在吸到Hailey那裡 那我現在呢,吸完兩間房 又看看有個水 其實是多很多層 又不是多很多 即是差不多了 因為可能我們上一次是幾個月前吸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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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才弄 嘩,好多泡 好 好啦 今天呢其實 吸塵機那裡很多人都可能用過 但是這部呢 我相信不是每個人都有 但是呢 我們上次的影片呢 拍它開箱的時候呢 都很多人留言說這部機 很好用 那我自己一次都沒有用過 但是呢 裝上去呢 它的質量是OK的 但是呢 如果你要消毒的時候呢 放這塊布呢 就好像有些 削了一些 即是要自己 扎個雞 夾住它 這裡就有些扣分 那現在開機了 我都沒試過 那現在你開機了 它要煲水的 它又不知道為什麼上得這麼快 它說現在51度 不停跳 那我等著它 因為現在按鍵呢 是沒有東西出的 它呢 它呢 用這支東西呢 感覺去裝陷 好像高壓水槍那樣 看起來它的質量呢 好像幾好的 一百零幾 就爆炸了 一百度不是已經很高 原來呢 煲一下煲一下 真的煲到一百七十幾度 真的不是吹水的 那我讓回位置給我YM先 大家看看 這個廁所呢 是一個多星期 沒有洗的 那我現在就準備好 用這個東西呢 其實 其實很老實啦 你用手洗都可以搓 只是我想試一下這部機 試一下 好 哈哈哈哈 滅火桶 太大了 太大了 它呢 好像高壓水槍再加蒸氣 即是最後要沖嗎 即是最後要沖 即是最後要沖 真的要沖 沖沖 哇 好厲害 煙很厲害 牆也說可以 好厲害 嘩 會不會火濕的 好厲害 先拆一邊 我都噴了接近一分鐘 其實呢 它是去到一些積 但其實最終 就是要用手擦 但我相信 煞菌一定可以 我先摸一下熱不熱 先摸一下 OK 因為剛才呢 我看到這部機器是190度 它摸的頭是熱的 但是呢 你說 做完 你需要不再用手去清潔呢 其實都是要的 那你說 我想油漬那些 會 待會我都會 有空 會弄完廚房出油煙機 但是你說 廁所這些 污漬呢 好像又不是那麼理想 我自己覺得 我現在試一下再沖一沖 先沖一沖 其實現在你沖水呢 它的污漬都還未去得完 真是很老實 但是它有些 即是 我不知道它真正用處 我覺得都是 好像人手 好像好一點 好像通渠一樣 這些呢 它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清這些污漬 裡面 那我就調到最大 那我都是個幾星期沒有洗 都是有污漬的 那我想它是清渠裡面的污漬 那我相信呢 廚房會有用的廁所 因為有時候是多油漬 你小去大好一點 不要弄這麼大 我覺得 其實很老實 就看不到什麼效果的 心安理得一點 嗯 是不是 即是覺得 嘩 熱的是熱的 但是你說它是否有些散的 它都還未 我先沖一沖水 即是 表面上的東西 都是要找手擦一下 但是裡面的那些呢 放下沙菌 我覺得可能你住香港大廈就好些 因為這些渠可能 很多層 很多層 但是我們層 即是自己的渠 自己的渠 就很髒 有個泡 我覺得是 即是沒有公家喉 那 但是你說兩樣東西 我還是應該要用廚房 和修油煙機 我才可以做到總結 我繼續清潔 我正在通過這邊的同時 洗手盆 正在出蒸氣 你看 嘩 嘩 其實它是 是通的 那你就當作殺菌 你不要當作沒有清潔 嘩 嘩 仙境一樣 即是 噢 先聞一下 噢 變態 很多在這裡 是臭的 難道是香的嗎 是臭的 是渠味來的 但又不是說惡臭 不是惡臭來的 但是OK的 即是 感覺良好的 覺得很乾淨 覺得好像被人碰完渠 好像溫泉一樣 那我呢 現在 洗完廁所再下去 那 那 我稍後也會把Hailey的床 一次過 那 反正就是了 那 再做樓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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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發覺我打算洗 那 通常這些位置 超糟超多織的 那 我蒸了兩下 它真的 好像油脂一樣溶了 那我現在示範多一次 還有一點 它平時都很難洗 就算是 那些洗潔精 那些 那些 潔而涼 那它現在呢 是 很快地 贏了 那 到處都是 那 它呢 那些 是 這些油的漬是 易起的 但是我還未 做得好 那我想呢 你蒸完之後抹 就會比你平時的 就是 潔而涼 那 那 它這個東西呢 就是這樣夾著毛巾 我就覺得 它的設計有點笨 不過算了 即是如果你用什麼毛巾都可以 它這樣的設計 就不用刻意買回 即是它公司的毛巾 即是有好有不好 好啦 那我們呢 現在呢 就要 蒸一張梳化 希望它不會有出事 這張梳化 那我們剛才呢 已經用 Rainbow吸了它 這部機呢 已經高了170度 那 我這個不調這麼大 因為我們呢 剛才Hailey的床 調小一點 那就沒有那麼濕 我這床調到最大 清氣太厲害 我就覺得 那我就調一 算了 它有三個 那就調一 好像是蒸汽燙豆 對 蒸汽燙豆 可不可以是燙三 其實呢 YM這樣說就對了 它真是等於一部大蒸汽燙豆 即是 大家覺得 這個價錢值不值呢 那它當然厲害很多 可能那個溫度 很厲害的 強力版 超級版 肯定是殺菌的 那它差不多200度 170多 190度 是最高的 是嗎 我剛才是用單吸床的東西來吸桑化 即是始終我們有養狗 那我就覺得 即是要燒一下毒 而且外國找些東西給自己做 然後我們還有樓梯 還有拖別的床 拖別的床 我們剛才吸了 那就 因為只有樓梯 可以先給它 因為我們平時都有洗的 這個 我覺得這樣很像消毒 濕不濕嗎 你摸一下 嗯 一點點 一定是有濕的 有一點點濕 一定是濕的 那我們現在呢 整來樓梯 跟著洗一下 抽煙機 給大家看 現在 先拆開些東西吧 幾天沒有洗過 那我就特意擠回油漬 而且 嘩 而且你看到這裡 有些油漬的 這裡 這裡一點 很小的 一片 其實我都一整晚的 所以就不太見 但是呢 我真實感受 現在先試一下這個 跟著呢 就先試一下下面 清楚一點 那它有個刺的 這個 有個工具 先看吧 它好像油漬就不錯 但是呢 你又還是要抹一下 那一定要抹一下 其實它 我沒有什麼 洗潔精 什麼都沒有下的 那它都溶得了 它都溶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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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抹一下 就已經乾淨了 那我就試一下 這些吧 嘩 好像射很多水 上面 嘩 如果這樣射水 我又不是很容易 射的話 我的機器就死了 我算了 我抹一下 但是這些呢 油漬位 OK的 它是溶得了 但是可能 始終你都最後 溶完 你都要拿 拿些洗液精 或者潔熱量去抹一下 就是它溶 我想它都溶得了很多 很多 很多 就是很多成油漬 例如這個位 有些漬 不知道大家聽不懂 好 就是很容易的 分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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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溶化了 那些油漬 平時可能要散 現在輕輕的抹一下就OK 不如我當 拿這些東西去幫人清潔家 你好像很厲害 好像 其實 你殺菌 殺沉滿 我覺得OK的 沙發 清潔都OK的 但是如果弄這些 特地裝這個東西 好像太誇張 現在呢 就 當OK 清潔完 這樣 那這些呢 可能我待會都會 拆了一些吸油紙 洗一洗 這樣 就是這些 這些面 很多油漬 這樣 不過可能 我要開了動輪 在外面花園做 如果不是 到處都是 現在這塊東西 就是 七油煙機那塊 其實是有點油膩 不過可能拍的 就不覺得 那我就開到最大的窗 什麼都不下 先射一下 射一下 射一下 你看看 油色 一下子 真是 一條黃色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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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清油漬 真的很厲害 如果出來盡情射的話 即是你要拆些東西 是 如果燒烤爐 這樣 我想厲害 其實它不就是類似高溫高壓窗 高溫高壓窗 它射過頭的壓力 就應該不是很厲害 但是高溫 真的 真是很老實 什麼都沒有下 但是你說 可以不可以呢 這樣 我想它去了 八九成油漬 如果你再想乾淨一點 就自己再洗一洗 那 本身是 省很多功夫的 如果油漬來講 好 好 我們去拍個總結 嘩 突然間發現 煞青苔原來是最厲害的 可以對比一下 即是 這裏就剛才蒸了 這裏還沒有蒸 是啊 那我想它蒸了很快就死了 這麼高溫 嘩 嘩 融化了 如果它蒸了 那些花 蒸一下 蒸一下 給它一點水分 蒸一下你頭 蒸一下頭 即是有些植物 嘩 這裏都幫了 熟了 吃得了 其實呢 這部機器真的很厲害 即是你看我 就這樣開,你看旁邊 但是這個方法,我聽聽的時候 我香港的房子曾經試過失渠 他都說,一個星期 你用家最大的煲 煲一煲水 淋下去,什麼通渠水都不要下 不需要冷硬喉 用最熱的水淋下去 他說,如果一個星期一煲 那條渠水的油脂 會沒有,不會容易失渠 那時候那個通渠女教 通渠老教 通渠女? 我會煮多一會 因為平時煮飯,多油脂 一部機超過100度 那就比煮水更厲害 是 在這裡蓋著它 嘩,電池上來 不會爆 不會吧 我找TelabuMPy 他不知道我蒸過的 OK,我們總結用完 現在來個總結 你也給點意見 這部機,我們先說 吸塵機 Rainbow 其實市面上,我覺得 很多機,可能是幾百磅 三四百磅 已經有吸地毯 床我真的不知道 可以不可以的 吸地毯都是 弄到水很髒 都是入水的 那幾萬元買這部機 我就覺得 不太值 你給我買 我一定不會 因為剛才我試過 不用它的頭 它的吸力 我覺得是比一般吸塵機 可能差不多 或者可能更弱些 就是用完 它的頭 那個腳 那個 就是翻起 那些塵的東西 那個東西是厲害的 你感覺到 它是很有power 如果當它一不用那塊東西 就完全是發揮不到作用 但是它 有幾款頭 只是頭都 四五百磅 我就覺得很貴 你不可能買 人家一部吸塵機都是四五百磅 你買頭 四五百磅 沒可能接受 所以 我不建議 但是這部機 你又相同 有沒有 就是如果 你噴水下去 接著 用一個吸吸 吸水 可以吸水 那些 我相信會見過 在英國可能百多磅 只是蒸氣的 我真的不知道有沒有 我又沒有上網查過 它的功效 就是用處 我就覺得 比這個多 這個就是吸床 吸地毯 窗簾 你可以蒸一下 渠 洗一下 玻璃 我上網看 蒸一下床 因為 如果你說 大家殺塵門 這個 它用蒸氣 一定是厲害的 就是 你不可能說 它一百幾二百度 大佬 它可以吸收 這個 沙發 狗床 那如果你二選一 我就一定會選這個 但是 如果你說 兩個 給我選 兩部 其實我都不會買 因為 太貴了 四萬元 這個又好像四萬元 就是 我換幾十張 換到十張 床褥 就是 我每張 分兩年 我不要 我都可以二十年 就是 如果我怕塵門 那 就是太貴了 你有沒有意見 YM 你如果二選一 你會選哪一部 我啊 都真的不知道 我都 不懂這些 就是如果二選一 我想你也是選這個 是不是 就是它的 風效性好像大一點 是 就是 我想YM也是 如果它 要它 而且 以我來說 這部機 真的太重了 我根本無法控制 而且 就算我買了回來 我一年都未必 想用到一次 是 其實買的時候 就會買 哇 剛才我今天要拍這條件 將兩部機 由車房搬上去 搬完都 哇 有點累 真的不想動 然後 整天的東西 都有點累 就是 寧願 一年 對 沒錯 一年 一至兩次 玩個人回來 深層清潔 二三百磅 對 我會更舒服 對吧 半年一次 不要一年一次 一至兩次 所以 那就更好 好過自己 浪費這麼多次 又要辛苦 其實我們也是 對上一次清潔是半年前 就是吸 其實一般家居 我們每天都 說真的 我們每天都有吸塵 酒吧 又很 regularly 去清潔家 其實我們家真的 不是很骯髒的 所以 你說 當真是找人回來清潔 頂盡半年一次已經很足夠 嗯 所以呢 這兩件東西 今天都是過不了我那關 一定要買的 老實 如果它是三四百磅 或者五百磅 我也建議去買 我覺得是值的 一千磅以內 一千磅以內 四千磅 我大哥瘋了 對吧 沒可能接受 這部機 我覺得它的價值都是三四百磅 這部會貴一些的 我感覺 那就是 今天就分享到這麼多了 大家 有沒有用開這兩部機呢 如果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你覺得哪一部好用一些 還有實不實用 抵不抵買呢 可以分享一下 拜拜 好